講到俄烏戰爭我們剛剛講 就是烏克蘭被迫進入談判的可能性 是完全存在的 就看它後面的表現 那麼沙烏地阿拉伯這會 大概應該不會組成一個反俄同盟 因為中共進去參加了 但是中共的角色是兩邊的 我剛剛講了 一邊它希望戰爭延續下去 但另外一邊 歐美這個國家也希望中共去勸 俄羅斯退出戰爭 所以中共這兩難看到怎麼拿捏 這是第一個 第二 反監點法也好 社會工作部也好 或什麼這個反恐怖主義法也好 基本上它是進行社會控制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要這麼強化社會控制 因為它真的擔心 它擔心顏色革命 它也預期顏色革命 因為它在香港看到了 它在全中國大陸十幾個省 一百多個學校看到了白紙革命 所以它真的擔心 下次爆發怎麼辦 所以現在我先把網的先拉好 但是我常常提醒大家 政治學是講究人性的 你一天哪兒跟人性對得幹 遲早你會被人性所吞沒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軍事演技 我們剛剛講了 一方面是練兵 二方面是嚇住 那中共的部分只是取暖 那至於說你是不是醒悟過來 你要不要真的改善更張 那就看你的意念之間 是 感謝 將軍 對 那個中國大陸對 從去年開始的圍台軍演 就是裴若曦到今年的這些圍台軍演 它的模式很清楚 風 風 燈 打 壇 它就想要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知道整個國際 美國在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在澳洲 在南海 那麼多的軍演跟菲律賓等等 那麼多的軍演 就是要這個我們講的 強調印太戰略 維持南海跟台海的穩定 這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現在講過來了 那這個中華民國國軍呢 我們國軍在這一方面要 積極的國際化 強化自己的戰力 要這個樣子 要建軍備戰 因為別人對我們很關心 不要忘了 我們是主角 我們更要關心 我們更要關心不是為了打仗 為了預防戰爭 讓台海和平穩定 然後大家這個民生樂利 這樣子大家來發展 過很好的日子 要這個樣子 如果自己弱了 讓別人來關心我們 別人也會不關心我們 尤其要從我們本身來 自己來作起